思亦然第一次到达之前清华大帝的留下的洞府的时候 素宝和穆归凡还在人间 他被黑袍神秘人追杀着 离开昆仑神山 去到听鬼深渊 素宝和穆归凡才刚到达那个洞府 两人把洞府搜刮干净刚离开 神秘人后脚就到了 所以当时全部刚好错开 素宝不知道思亦然到达过清华大帝的洞府 思亦然也不知道那个洞府被搜刮干净了 过年时 两人倒是短暂地见了一面 不过都没来得及说太多 当时素宝只问了思亦然的境界 两人讨论了一下 依旧没有提及昆仑神山的事情 听到后土娘娘这么说 素宝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问道 什么身份 后土娘娘盯着思亦然 此刻她的手掌正压在地上 一边仔细感受着思亦然 没猜错的话 她的血应该滴落在离山的地里过 这鲜血 她确定是清华大帝的血 而这份气息 又和眼前的小少年重合 所以 思亦然绝对是清华大帝 后土娘娘似笑非笑 全部换了呀 真厉害 全部修为说不要就不要 不过不得不承认 她好像更强了 虽然现在还没到以前的境界 但后土娘娘感觉到 她会比以前更强 难道她死守残魂三千年 是错的吗 后土娘娘敏唇 忽然又不说话了 素宝敏唇 毅然哥哥你 什么身份 思亦然平静地说道 小小身份 后土娘娘忽然又笑出声 哈 小小身份 这让地藏王傲部 那个穿黑袍的老鼠听到了 可得气死 前几天 我们不是才说了 去找清华大帝吗 后土娘娘抬手一抓 一条青色的铁链无端显现 她晃了晃 素宝想起她说 去九幽把链子解开 然后只有清华大帝 能打开九幽之门 你果然是 素宝吃惊地 看向思亦然 思亦然一脸平静 眸子暗芒微闪 果然 她早就 猜到她的身份了吗 好厉害 她自己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呢 就听素宝继续说道 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清华大帝是不是 思亦然唇角悄然翘起一点点 点头说道 嗯 素宝眸藏着暗光和惊奇 有些震惊 亦然哥哥的身份 可好像一切都合情合理 素宝忽然想起 她第一次见到亦然哥哥 把浑身是血的 她背出来的场景 原来从那时候开始 她就开始遇见诡异 开始踏上这条路了 素宝忍不住细数 我爸爸是丰都大帝 我老祖宗是阴界地产大亨 我哥哥是日有神夜有神 我家宠物是居魂使 我从小认识好朋友 竟然还是清华大帝 素宝双眼发亮 我在阴界横着走 后土娘娘嘴角一抽 现在关注点是这个吗 不过这小丫头的确是 她不自觉地勾了勾嘴唇 何止是她爸爸 她朋友 她哥哥呢 冬月大帝肯定也是站在她这边的 地藏王本尊不知道何去何从 而她本人 阴界五大神 都以自己的方式护着她 这辈子 她依旧是他们手心里的希望 后土娘娘微不可查地叹了一声 说道 你待会再得意 先帮我把链子解了 素宝点头 可是九幽之地在哪里 怎么去 后土娘娘看向思义然 这就要问她了 只有清华大帝能打开九幽之门 九幽怎么去 她才清楚 思义然 不好意思 她现在也不知道 小少年有些窘迫 闭唇闭得紧紧地 皱眉思索 素宝看出她的窘意 明白了 原来义然哥哥跟她一样 也是没有记忆的 他们俩的路都是选择了 不要前世记忆 不被前世的修炼经验束缚 一切都重新感悟 素宝说道 我知道九幽怎么去 这话一出 后土娘娘和思义然 都诧异地看着她 她怎么会懂 不应该啊 却见素宝指着后土娘娘 身后的九幽地链 顺藤摸瓜 我们顺着铁链走 不就找到了吗 思义然双眸微微发亮地看着她 嗯 果然 她思路清晰 没有什么难题能困住她 后土娘娘无言以对 还能这样 简单粗暴 却有效 新的脑子果然好使 她现在换一个新脑子 还来得及吗 素宝拉着思义然 忍不住着急 那我们现在就去 先去看看情况 如果可以 就把铁链弄断 如果不行 后土娘娘问 如果不行会怎么样 素宝认真说道 如果不行 辛苦您在这里继续拴 哦不 继续住一段时间 我们会回来看你的 后土娘娘 微笑 素宝和思义然 要顺着九幽地链 去寻找九幽之地 临走前后 土娘娘忽然说道 等等 素宝回头 问道 怎么了 后土娘娘欲言又止 素宝以为她是担心 他们找不到九幽之地 安慰道 放心吧 我们会找到九幽之地 会解开地链的 后土娘娘摇头 七七爱爱 有些休暖的样子 那个 能给我留几条千里雪山鱼 说吧 又感觉自己老脸没出鸽了 她曾暗暗发誓 除了鬼兽之外 不会再吃其他的 尤其是妖兽这种 属于生灵类的东西 如今说出这话 感觉老脸火辣了 素宝不知道 后土娘娘的想法 一挥手 立刻给她拿出了 好几条千里雪山鱼 这是真正的大鱼 比之前吃的小鱼 大了好几倍 不够还有哦 后土娘娘双眼一亮 够了够了 似乎感觉自己太那什么了 咳了一声 别扭地看向另外一个方向 解释道 主要是这些东西 竟能重建我的道则 素宝诧异了一下 不能吧 千里雪山鱼 的确能增加实力 补充阴力 提升对道则的感悟 但重塑 可就不能了 这不是一个概念 这回轮到后土娘娘 诧异 就是能啊 你自己不知道吗 原本我的道 则已经溃散消亡 他将自己被震杀 历练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最后才到 但是那天我吃了你做的千里雪山鱼 道则竟开始重塑 素宝 呃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 千里雪山鱼虽然是好东西 但是不能重塑道则 后土娘娘一脸肯定 我没搞错 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相信自己没搞错 素宝默默说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您道则重塑 不是因为千里雪山鱼 而是因为 这鱼是我做的 后土娘娘 他直接否决 不可能 我承认你很厉害 但再厉害的人 也不可能通过做饭 就能让人重塑道则 完呢 做做饭 就能帮人重塑道则 他宁愿相信 千里雪山鱼 是天道变的 素宝挠挠挠 嗯 说来话长 下次再说 要是说他改变了道则 后土娘娘肯定又不敢相信 他有得得解释 要解释一遍 他怎么样从改变地府规则 到改变地府道则 甚至阴界的道则 都因此被撼动一丝丝 太浪费时间了 现在不是时候 而且也不是多重要的事 素宝拿出一瓶乾坤造化丹 又拿出 他不久前练着玩的道员丹 这瓶是乾坤造化丹 这瓶是道员丹 素宝说道 都是对重塑道则有帮助的 后土娘娘接过来 奇怪道 道员丹 我怎么没听说过 素宝一脸正色 这是我刚发明的 后土娘娘 素宝 您别怕 这枚乾坤造化丹 都是我最近才练的呢 他以为后土娘娘 是担心丹药的品质 拍着胸脯保证 素宝出品 避暑精品 都是极品等级 我练了一炉 都没有一颗下品等级的 绝对不会有问题 后土娘娘更震惊了 以前风都大帝之女 的确会练丹 但那是以前 眼前的小阎王才几岁 素宝和思义然走后 后土娘娘一脸纠结地 看着手里的什么道员丹 这是能吃的吗 敢吃吗 极品等级是极品等级 但要是丹药不对 药命也是极品等级 算了 他现在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是不敢吃的 素宝说 这两枚都是对盗泽有用的丹药 大不了就是盗泽再全部崩毁嘛 多少还是能留一缕残魂的 后土娘娘 毅然将两枚丹药都吞了 丹药尽嘴 乾坤造化丹还好 是熟悉的味道 以前他吃过 但这道圆丹的味道 就有点特殊 咸甜咸甜的 说不出具体什么味道 不过也有点熟悉 他忽然想起 那天素宝煮鱼汤的时候 可不就放过这丹药吗 刚想到这里 体内忽然有澎湃 汹涌的力量掀了起来 后土娘娘第一时间就感觉出来了 这股力量 正是盗泽的力量 她以前的盗泽在迅速重建 与此同时 还有新的盗泽 也跟着席卷而来 这一刹那 后土娘娘面临了一个 关乎她未来命运的抉择 她是要重修她以前的盗泽 还是要修着莫名出来的新盗泽 等于 就在后土娘娘吞下 乾坤造化丹和盗源丹的一刹那 她残存的盗 则波动剧烈 在十几里外的黑袍男子 立即就感应到了 她诧异不已 她的盗泽已经散尽 居然又开始重塑了 不应该 三年多年了 早不重塑 晚不重塑 偏偏这个时候 这说明 小盐望极有可能正跟后土在一起 是了 只有她 才能创造得出这种奇迹 想到这里黑袍男子猛地顿住 她发现潜意识里 她竟十分认可小盐望的逆天 这让她恼怒不已 是逆天 所以必须得饿死在摇篮中 原本她还没那么快找到她的 这下好了 跟着这盗泽波动 她只需要一分钟 半分钟就能找到她 小盐望她永远不知道吧 哼 她的乐于助人 让她轻易找到了她 她的善意并不会得到好报 后土娘娘迟疑不决 这莫名出现的新盗泽 有一种熟悉的气息 想必是小盐望自己专研出来的 能把盗泽蕴藏在一枚丹药里面 这实力已经厉害到震惊她全家的地步 全家只有她一人 但厉害是厉害 新盗泽的出现 意味着不明朗的前程 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道路 谁知道终点是什么 新生还是死路 原本的盗泽却不一样 她之前已经修炼到了 阴界五大神之一的位置 足以说明 就盗泽的前路 至少是看得到实际的 最重要的是 这新道还不健全 怎么办 继续走回以前的老路 还是咬牙闯一闯新道 黑袍男人离后土娘娘 所在的山坳越来越近了 她已经确定了她的具体位置 以前她以残魂之身 还能躲避她 的确是厉害 没想到这次小阎王弄巧成桌 千米 八百米 艰难的抉择 在后土娘娘脑海里拉锯站 她当然知道素宝厉害 可人的本性就是 为了降低风险 人总会选择自己熟悉的 后土娘娘挣扎间 最终狠狠心 选择重建自己原本 已经消散的道泽这条路 可 零了一刻 她来了的大转弯 就好像开着跑车 来了个180度大飘移 高速上了新道 她嘴里骂了一声 自己没出息 相信一个小丫头 都不相信自己的道 然后毅然开始除旧不新 后土娘娘修道刚烈 既然选了新道泽 就不会对旧道泽恋恋不舍 还主动将残魂里残留的 旧道泽都剥离 完成了全面的换道 她身上所有的旧道 则被她全部放弃 彻底消弥于天地之间 新的道 则在她的残魂之上 如星星之火一般 一点点重建 后土娘娘盘息而坐 沉浸在了修炼中 此时此刻 她怎么都想不到的是 刚刚她的选择 无意中救了她一命 黑袍男人 堪堪赶到了山坳 这周围一片安静 鬼物没有 鬼兽也没有 按道理来说 应该就是后土的藏身之处 她一路过来 如果没有后土娘娘 盗泽波动的指引 的确是很难找到这里来的 可才刚到 怎么那盗泽波动 就忽然一下子散掉了 消散于天地之间 不到一个呼吸 便彻底消失在空气之中 什么波动都感应不到了 黑袍男人瞪眼 她不甘心地仔细搜寻感应 但发现 刚刚感应到的道 则是真的全都消散在天地之间 荡然无存 难道是她最后一丝 残魂也没了 彻底魂飞破散了 黑袍男人只能想到这个解释 可实际告诉她不可能 有小阎王在 后土娘娘的残魂 怎么可能会魂飞破散 难道是小阎王为了恢复 吞噬了后土娘娘的残魂 思来想去 似乎只有 这个可能性最大 黑袍男人不甘心 可把整个山坳都翻遍了 都找不到后土残魂的存在 连带着 她也失去了小阎王的线索 黑袍男人攥紧拳头 她猛地顿住 假设后土的残魂 真的被小阎王吞噬了 那九阎地恋 肯定会转移到小阎王身上 那可是九阎地恋 被她锁住的残魂也好 活人也罢 除非生死到消 否则九阎地恋 是永远不会收回去的 而小阎王要想离开这里 必定会找办法 前往九阎解开地恋 退一万步 哪怕她 没有吞掉后土的残魂 而是把她藏了起来 那为了把后土救出去 她还是得前往九阎之地 就同办 这是他们能做出来的事情 所以她不必再继续寻找 只需要前往九阎之地就可以了 黑袍男人 毕竟是真正的老家伙 没有摒弃记忆 也没有失忆 作为曾经的五大神 被影子之一 她自然知道 九阎之地在哪里 也知道最快到达的办法 不过半天 黑袍男人就来到了 九阎之地的入口处 九阎之门 黑袍男人本身知道 九阎之地在哪里 又几次来过 没有浪费时间 在找路这上面 所以比速宝和司翼然快 她到的时候 并没有见到两人 皱了皱眉 片刻后 她瞇了瞇眼 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 或许他们不会来 但有大概率会来 估计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她会在这里等着他们 素宝和司翼然 摸着九阎地链 一路摸索寻找 九阎地链眼睛是看不到的 后土娘娘之所以能轻松提起链子 展示给素宝和司翼然看 那是因为地链是锁在她身上 司翼然仔细感受 小心查看 生怕不小心就失去地链的踪影 如果这样 只能又退回后土娘娘那里 重新顺藤摸瓜 素宝跟在一边 一脸轻松 十分无忧无虑的样子 好像并没有为此烦恼 或者说 因为她在盯着地链 所以不必她出手 司翼然便觉得 素宝真的很信任她 当即看得更加仔细 绝不会让自己一时大意 丢失地链的踪影 就这样前行得十分缓慢 素宝一边看着翼然哥哥 一边和小鬼兽说话 已经走出来这么远了 怎么样 有感应到老祖宗吗 小鬼兽摇摇头 滋滋又七拐八拐走出去一段路 素宝又问 那这里呢 这里能感应到老祖宗吗 小鬼兽依旧摇头 素宝抬头看了一眼 走的这一段路 好像围着梨山走了小半圈 而且还是朝着梨城的这一面山 如果老祖宗进来 那小鬼兽肯定能感应到她了 素宝最担心的是 老祖宗不听话 急乱之下跟进来 这样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没有感应到 也是好事 这样一想 她就觉得轻松起来 扭头却见毅然哥哥眉头紧锁 好像感应不到地链了 在紧张地寻找 虽然她已经表现出不慌 小问题的模样 不过素宝感觉 自己就是莫名看出了她的紧张 呃 九幽地链就在她三米开外 这里啊 毅然哥哥 素宝拉着她 将她的手压在九幽地链上面 思毅然有一瞬间的呆滞 怎么办 会不会显得自己很无能 她以后打架 会不会不会想到她 你 思毅然敏唇 冷酷的小脸上 闪过一丝窘迫 心底暗暗休闹 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 素宝这么轻易 就能找到九幽地链 她刚刚睁眼下 到处找的样子 是不是很可笑 素宝以为她想问 你怎么会知道的 就很坦诚地说道 毅然哥哥 我能看得见九幽地链 她把巨大的链子抬起来 用尽力气晃了晃 哗啦哗啦 森冷含铁碰撞的声音 思毅然 她看着她空空的手 只见她抱着空气一顿摇晃 果真是抱着铁链的样子 思毅然愕然 你怎么会看得到 素宝想起自己修炼神时 用掉了戒指里 一堆堆的赤霞石和尼霞宝石 还用了一小堆补天石 人家鬼秀修炼 一枚赤霞石能用十年八年 她一眨眼间 就用掉一堆一堆又一堆 素宝心痛地说道 因为我冲钱了 V业务冲钱玩家 不是一般人的玩法 思毅然猛了一瞬 小小的少年显得有些呆萌 显然素宝说什么他都是信的 这一刻他竟然想的是 哦 还能冲钱升级 下意识问道 怎么冲素宝叹气 小脸上的心痛 简直要溢出屏幕了 毅然哥哥 你知道神石吗 这神石可是吃阴力的大货 那天我在修炼 感觉阴力不够 素宝把修炼神石 以及神石怎么全方位 看到周围事物 怎么控制神石隔空欲物 怎么用神石攻击的事情都说了 最后滴刺叹气 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了 死毅然 爆炸性的消息太多 一时不知道先听哪个 不过下意识先拿出戒指 递给素宝 这里面有赤霞石 我挖了一座坟 不是 是一个被人掩埋的洞府 得到的 素宝看向戒指 忽然移了一声 他的神石已经产生了本能 眼睛看去 看不到的地方 神石立刻覆盖 于是戒指里金灿灿的赤霞石 你霞宝石就这样 出现在了他面前 好多钱钱 以堆为计量单位 一堆 两堆 三堆 竟然有十几堆 这回轮到素宝呆滞了 这都是给我的 他证然 毅然哥哥也太好了吧 虽然以前幼儿园老师教导他们 小朋友要学会跟朋友分享 但这可不是普通的玩具 而是一枚戒指 一枚有着十几堆黄金的戒指 嗯 思义然说道 给你 他没有更多了 不过他升级要用的话 下次他可以多找一点 素宝摇头 这回我是真的不能要了 刚刚给的一些单药 对能练单的素宝来说 真就是一些小玩意 所以 他可以一边说着不要不要 一边把口袋撑开 但现在可是实打实的钱 思义然知道 他不会收 涉及到原则问题 他还是很有自己的底线的 于是他认真道 我也不是白送你的 作为交换 你教我神识可以吗 思义然心道 拒绝也可以的 毕竟神识真的很逆天 他拒绝很正常 如果他拒绝的话 他想想 再找个别的借口 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喜欢送钱 你说的是真的吗 素宝怀疑地看着思义然 随便交一点点东西 就能有那么多钱 思义然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刚刚还不愿意收钱 现在却满脸写着心动 有点担心 这么好骗的吗 他严肃地纠正他 这可不是一点点东西 素宝 你记住了 神识很重要 他不亚于修为 前几天我被黑袍男人追杀 他有很厉害的本事 可以在离山里来去自如 隐藏起来暗杀我 我是逼不得已 才用了那张传送符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当时我要是有神识 必定不会被他暗算 甚至说不定能反杀 他身上有大杀器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能修炼出神识 等于多了一个帮手 有神识 或许还能跨等级秒杀对方 尤其是自己有神识 别人没神识 直接就是开挂 若别人知道神识这个东西 我相信他们 就算付出再大代价 都愿意学 如今我只不过给你一点吃虾食而已 明白了吗 思亦然尊尊教会 操碎了心 生怕他不知道 自己的神识有多了不起 随便就被别人用极小的代价交换去了 素宝正重点头 明白了 意思就是 神识这门课外辅导非常贵 给十个亿都不能交 思亦然无奈 十个亿太便宜了 素宝强调 我说的是赤霞食的数量哦 十亿枚赤霞食 那是好大好大一笔钱了 再贵的课外辅导 也没有那么贵吧 思亦然却摇头 再次严肃纠正他 那也远远不够 素宝震惊了 没想到自己的这门本事 这么值钱 那多少才够呢 素宝问道 思亦然说道 至少要十亿枚补天食 我说的是至少 他尽量往大了去说 因为补天食 也不是最贵的 你说你修炼神食的时候 十分耗费阴力 戒指里的赤霞食和尼霞宝石 都挥霍完了 神食也没有怎么寸进 一提到这个素宝又开始心痛了 是的 思亦然继续说道 但是你用补天食的时候 神食就一下子修炼到了50米 所以我猜测 修炼神食所需要用的 并不是阴力 而是其他东西 素宝一愣 才开始发现这个盲点 他一开始只觉得 神食是吃阴力的大户 但从来没想过 有没有可能 人家本就不是吃阴力的 是没得吃了 只能勉强吃阴力 所以他用了那么多钱 也才充值了50米 毅然哥哥 你说的有道理啊 素宝陈思道 我怎么没注意过 还是你厉害 被夸了 思亦然心情极好 他又道 所以应该有对应的东西修炼神食 不 肯定有专门修炼神食的东西 总结就是 十亿补天食并非最好的东西 你若要跟别人交换 一定要索取自己最需要的 比如急需修炼神食 就要换取能修炼神食的东西 或许修炼神食的东西 比不上十个亿补天食的价值 但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是最贵的 素宝点头 嗯嗯 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 谢谢毅然哥哥 思亦然勾唇 不用 哪知道下一秒 素宝却十分认真的问道 那毅然哥哥 你就还欠我十个亿补天食 以及能修炼神食的宝窝 记得还我 思亦然 嗯 嗯 不愧是他 这么快就学会了 没毛病 素宝看他当真了 又哈哈笑了起来 逗你完的了 他飘起来 伸手勾住思亦然的肩膀 勾肩搭背地说道 我们这么好的朋友 你不给我钱 我也会教你神识的啊 怎么可能还叫你拿钱 思亦然咳了一声 心想勾肩搭背 跟谁学的呢 怎么搞的 他和他好像好兄弟 别人要你交呢 思亦然强调 别的朋友 要是也让你交 你也不收钱 素宝顿时摇头 那得看是谁了 爸爸说 世间能交心的朋友 能有一个 就足以幸运 称得一声朋友的 危难的时候 可一无反顾就其一命 但仍旧不能坦承自己的秘密 亦然哥哥 大概就是属于交心的朋友这一层 素宝总觉得 亦然哥哥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是可以信任的 思亦然眼底带了一丝笑意 点头 嗯 不过很快又强调 我是担心你被朋友欺骗 才问那句话的 素宝和思亦然一路同行 期间素宝 将自己修炼神识的经验 都告诉他了 理论知识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实践 素宝决定 像爸爸训练他那样 训练亦然哥哥 思亦然点头 你来 素宝说道 你现在就可以感应九优地恋 他指了指旁边 思亦然按照素宝所说 努力地感觉周围的一切 然而 能听到细微的风声 树叶沙沙的声音 除此外 就感觉不到什么了 素宝皱眉 这样可不行啊 他都没找到状态 忽然素宝想起 他刚刚说逃避黑袍男人追杀时的话 千军一发之际 他凭直觉夺夺过了致命一击 这直觉 可不就是精神力吗 要知道 神识就是精神力 进化到极致的形态 那他完全可以 搞个暗杀什么的 他自己本来也在练习 怎么用神识搞暗杀 巧了 这不就是现成的杀包 嗯 不是杀包不是杀包 准确说是陪练的队友 素宝眼神微闪 嘴里依旧在教导着 思亦然怎么锻炼精神力 神识却悄悄地探向他那边 他的戒指绑了一根红绳 挂在脖子上 然后戒指藏在衣精底下 暗杀嘛 最好的当然是从对方戒指里 或者身上取杀人的刀 刀了他们自己了 然而素宝的神识 才刚触碰到思亦然的衣精 准备穿过衣服布料 探进戒指 思亦然本能地抬手捂住胸口 低头看了一眼 皱眉 素宝心底一惊 哇擦擦 亦然哥哥的警惕心这么强 这就是他说的直觉吗 这么看来 他的精神力还是很强的 怎么了 素宝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奇怪地看向思亦然 诚挚单纯的小脸 实在太具有欺骗性 更何况小阎王108个新年子 表面看着纯白 切一刀看看 里面都是黑的 思亦然没有任何怀疑 毕竟他怎么可能想到 素宝要暗杀他 他摇头说道 没什么 只是他眼底的警惕 并没有退去 不动声色地看了看四周 低声说道 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 小心一些 两人早已离开了离山的范围 顺着铁链走 不知不觉走到了 昏暗幽冷的地方 现在周围似乎是一个大峡谷 抬头看不到天 也看不到明亮的东西 十分昏暗 正巧小鬼兽也竖起尾巴 发出低沉的吼声 直 素宝靠近了思亦然一些 说道 嗯 他现在的神石有五十米 可以将周围五十米的范围 都看得很清楚 比如头顶上飘着一具女尸 左后方跟着一具骸骨 这里反倒没有鬼兽和鬼物 只是这昏暗竟明成实质 素宝估计拿出手电筒 都照不亮眼前半米的路 他看了一眼思亦然 他更警惕了 精神力提升到最高点 注意着周围的所有动静 素宝暗道 看来从他戒指里拿武器搞暗杀 是不行了 他不禁想 那个黑袍男人是不是也这么警惕 甚至有比毅然哥哥厉害的东西 比如能发现神石 这样他的神石只要靠近的话 就被发现了 如果真的这样 那直接从对方身上拿武器 似乎并非最好的选择 素宝沉思着 放弃了从毅然哥哥身上 拿他武器暗算他的想法 毕竟刚刚才碰到他衣服 他就这么警惕了 他手腕上倒也藏着一把短刃 不过肯定也会被发现 这样的话 那他只能用自己的武器了 素宝的神石 探尽自己的戒指 挑挑拣拣 平底锅不行 武器形状太大 容易带起风声 黄金馒头 不行 这些武器的等级太弱 当时跟黑袍男人对战的时候 都没有想过拿他们 何况对阵依然哥哥 那就 素宝忽然看到 角落里有一个礼物盒子 这是当初变成王来吃饭 送给他的 他立刻打开 从里面拿出一枚针 当初看到礼物盒里是一枚针 他也没多关注 毕竟正经武器没有用针的 如今看来 这枚针竟然是最好的武器 素宝的神石 捏住了这枚针 悄然拿出了戒指外面 立刻退出去五米 然后神石便捏着针 对准了思义然的后背 素宝不着急 他悄悄 悄悄地靠近 争取做到真实暗杀的训练场景 一边 小鬼兽趴在素宝肩膀上 睁大了眼睛 妈妈 天拉罗 他看到了啥 小阎王姐姐身后 竟然有一枚银针 小鬼兽是无意中 看到这枚银针的 要不是他眼睛好 本来就是用眼睛的本事示范 他也不会看到 银针十分诡异 飘在思义然身后 微微上下起伏 就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 站在那里 捏着银针 准备要杀人一样 只 小鬼兽正要大声叫喊提醒 却被素宝用神石 一下子捏住了上巴和下巴 那一声之 硬生生吞了进去 他的嘴巴 被看不见的脏东西捏住了 哦哦 小阎王姐姐救命啊 小鬼兽魂飞魄散的五动四肢 乌溜溜的双眼 跟素宝的双眸对上 怎么了 素宝一脸奇怪 眼神威胁 是看到什么了吗 小鬼兽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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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阎王姐姐这个眼神的意思 竟然是不让他说 小鬼兽第一次感觉 自己的脑仁太小 有必要补一补 思义然听到动静 也回头看了过来 问道 怎么 小鬼兽呆滞 随便指了个方向 思义然立刻看过去 只见他半米之外 飘着一个女人 心底一惊 当即长月飞出 闪电般把女人 劈得烟消云散 他心惊并非怕鬼 只是这女人 出现在他半米之外 他竟然没察觉 思义然护住素宝 低声道 跟紧我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 盯上我们了 十分危险 思义然眯眼 面色不显 却已经看了周围一圈 声音压得更低 我感觉有人躲在暗处 想暗算我们 说不定 那个黑袍男人 休我们一步来到这里了 素宝一脸震惊 竟然连暗算他 都能感觉到 而且 义然哥哥的武器 竟然跟师父父一样 都是长月 这是素宝第一次 和思义然并肩作战 所以才第一次 见到他的长月 跟师父父的长月 还是有所不同的 暗黑色 流转着令人心惊的气息 比师父父 那把长月高级多了 还好他没有贸然行动 不过这也说明 义然哥哥 应该也能修炼出神识的 对吧 思义然怎么都没想到 躲在暗中 四季暗算的 不是黑袍男人 而是素宝 他对他没有一点防备 所以他总觉得 身后杀意凛然 十分危险 他沉住气 假装没发现 那东西似乎很警惕 经过刚刚的动静 他依旧稳如泰山 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神识 如果此刻他有神识 那他一定能清楚 看到身后的情形 也不会这么被动了 思义然暗自咬牙 再次按照素宝所说的经验 一遍遍尝试看后面 可这种感觉实在太悬 也太难 人的后脑勺没有长眼睛 要如何才能体会到 后脑勺长眼睛的感觉 还要真实看到 思义然完全摸不到头绪 只是这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背脊发凉 那东西动了 猛地朝他身后刺来 小心 思义然果断带起素宝 一跃飞到了五米开外 素宝 哎呀 差一点 因为被思义然察觉了 所以他只好迎针迅速扒开 远离他二十米开外 思义然皱眉 走远了 什么东西 速度这么快 才一瞬间 万分之一秒都不到 真一念之间 就退很远了 他肯定还在 思义然说道 没想到九幽之地 竟然这么危险 他促眉 说道 我们先回去 现在去九幽之地 或许不是什么好的决点 至于后土娘娘 只能继续拴着了 素宝却摇头 毅然哥哥 没事 我感觉到你说的那个东西了 思义然正要问他的神识 有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 文言立刻问 是什么东西 素宝压低声音 因为怕自己的眼神露线 所以贴近了他耳边 悄悄说道 是一枚真 思义然神色凝重 素宝说道 毅然哥哥 你继续走 我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我有把握 我的神识能抓到他 我感觉他并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 就是速度快 一枚真 速度很快的真 难道是什么武器 思义然想了想 点头 好 他一边配合往前走 一边低声说道 厉害的武器会有自己的气魂 尤其是神器之上 绝对生出了气魂 这枚真说不定也是 素宝移了一声 气魂 思义然道 嗯 就是武器有了自己的思想 没有主人的情况下 他会自己主动攻击别人 或者主动凝溺 不让人找到他们 拥有了气魂的武器不好控制 但一旦让他认主 那么这武器 就再也不会被别人所用 速宝恍恶 也就是武器成精了 思义然 你要这么说的话也没错 速宝忽然想起自己的通判笔 按这说法 他的通判笔 应该也有气魂 可他没见到过 思义然压低声音继续说 那霉真 说不定就是一枚 生出了气魂的武器 我们想办法把它制服 有气魂的武器制服后 那是什么都比不上的 认主的气魂绝不会被主 除非主人死了 甚至有些气魂在主人死后 都不愿意再去胜于其他人 到时候 这霉真就给你当武器 真一样小的武器 正好与你的神魂适配 思义然道 速宝连连点头 好好好 一霉真这么小的武器 的确适合我用神石暗算 思义然 嗯 速宝 嗯 目睹一切的小鬼兽 速宝忽然皱眉 说道 对了义然哥哥 九幽之地 不是地狱的最深处吗 那我们可以直接 先去地狱啊 走了那么久 越走越往下 如今的路 已经到了垂直往下的地步 他们俩不是鬼 肯定飘不起来的 平时能短暂飞一下 不过是因为踩着俘虏 或者踩着传送阵 现在道路垂直而下 虽然难不倒两人 但的确太难走了 看样子是直接下地狱 那他一个阎王 自然知道地狱在哪里 直接闪身去就行了 思义然摇头 地狱那么大 我们直接过去 怎么找到穿过地狱的这条铁链 速宝 哦 差点都忘了 他们是要去找九幽之地 解开铁链的 目的地不是地狱 也不是暗算义然哥哥 冷吗 他从戒指里拿出一件羽绒外套 正是他过年时 穿的那件黑色羽绒服 速宝摇头 能受得住 思义然把羽绒服 披在他身上 又把拉链拉起来 长款羽绒服 穿在速宝身上 长到他的脚踝处 思义然帮他把 长了一截的袖子挽起来 说道 这样就好了 速宝动了动 羽绒服比较宽大 这样貌似不好行动 思义然 先穿 需要行动的时候 再说 速宝表示 好吧 缩了半张脸在羽绒服里面 似乎更好行动了 因为毅然哥哥 看不到他的表情 迎针又动了 悄悄逼近 悬在思义然身后半米的地方 又来了 思义然浑身寒毛倒数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到很危险 对方的实力绝对不亚于他 甚至在他之上 阴界之大 果然会隐藏着一些 修为高强的老怪物 毅然哥哥 你能看到他吗 速宝靠近思义然 嘀嘀咕咕 煞有介事 思义然把全部精神都集中 又散发到周围去 拼命去感觉身后的危机 他开始感觉到 脑海有点疼 不是头疼 是意识深处的疼 像是 有什么东西要长出来 速宝经历过这阶段 所以知道关键的时候到了 当时 他被后土娘娘暗中盯着 也是有命悬一线的危机 才误打误撞 觉醒神识 这说明 人不被逼到必死的危机面前 潜能都爆发不出来 速宝控制迎针 第二次朝思义然刺去 这一次 他不会留情了 吃 细微的声音响起 由于速度太快 甚至发出一些破空的声音 思义然脑子一炸 他似乎看到一枚银针 从他左边过来了 二话不说护着速宝 猛地朝右边扑闪 然而这次没避过 只听针扎入肉的声音 针竟然扎在了他 屁股上 速宝也呆滞了 他不是故意的 针不是故意的 原本是想从他身边擦过去 谁知道 毅然哥哥朝他扑过来的太突然 被他这样一戴 他神识捏着的针也偏了 就好像惯性 一下子就扎进了他屁股里 速宝赶紧控制银针 速度比刚刚更快了一倍 眨眼就消失得远远的了 你没事吧 毅然哥哥 速宝忙问道 被刺到了吗 刺到哪里了 思义然神色有些怪异 不自然地说道 没事 速宝反复确认 确认他真的没事 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经过这次 思义然明白 躲在暗地里的东西 是来真的了 他一直以为他 跟了他和速宝一路 却没有动作 或许只是他们无意中 闯入他的地盘 或许他并不会真的攻击 但这次他知道 自己想错了 这事 没那么简单 果然 那东西又靠近了 速宝 鬼鬼祟祟 暗中观察 既然没事 再来 爸爸就是这样训练我的 因这逼到性命的危机 思义然更是将 所有精神力都榨干 注意力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 刚当他隐约看到一枚针了 他这次一定可以 吃 熟悉的细微声音又响起 思义然还是没能看见 后果就是 这枚针擦在他腰间过去了 他冷汗连连 看来这针是真的想要他的命 要不是他闪得快 刚刚这枚针 一定是想要毁了他丹田 思义然 浑身绷紧 十分警惕 精神力高度集中 甚至脑瓜子开始刺痛 速宝 呜呼 控制得越来越好了 计划擦着他腰间过去 这次果然没有再伤到义然哥哥 开心 趴在速宝肩膀上 又目睹了一切的小鬼兽 速宝并不是要真的暗杀思义然 甚至连都没想过要伤他 他要的是在最大程度的危机范围内 逼出他的精神力 刚刚刺到他屁股的事情 的的确却是意外 速宝用神识控制着银针 又要让他感觉到夺命的危机 又要确保不会伤到他分毫 其实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试想 一个人如果没有刀了别人的心 又怎么会有杀气 把义然哥哥 直接推到黑袍男人面前 杀意会更重 实打实的危险 可一不小心丢了性命 也是真的 速宝就这样 一遍遍用神识控制银针 和思义然真刀真枪地拼了起来 速宝想着 要危机又要控制好度 很难 但思义然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他完全将这暗中的东西 当作了敌手 全力以赴 以杀死对方为目标 吃 碰 秀 轰 一路走 一路站 思义然的衣服 已经被针刺得破破烂烂了 那么小的真却能让他的衣服 变成乞丐装 可见其有多厉害凶狠 他脑袋疼得已经麻木了 身边还有速宝 他一定要护好速宝 所以暗中的危机 他必须解决 在高强度和高压的逼迫下 思义然只觉得眼前一黑 速宝赶紧扶住他 一然哥哥 要不算了吧 速宝暗自叹气 好像 一然哥哥的天赋 并不是很好呢 其他鬼羞 这变态的 你还说他天赋不好 思义然神色决然 不 他一定要学会 虽然 但不得不说 这一次的确是最难得的一次训练机会 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背后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的是 这东西正好卡在能杀他 和他能应付这两者之间 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 这种是对手 但更是难得的杀包 他一定要学会 速宝又要暗自叹气 后来 他已经越来越熟练 神识控制银针 甚至比用手拿的还灵活 神识能控制银针 以任何形式 任何速度 直逼敌手 只是思义然渐渐适应了这个强度 而速宝又不能真的杀他 或者对着他死穴进攻 最后 思义然感觉到的危机 变得越来越小 于是又走了一路 已经来到地狱了 穿过十八层地狱 往最深处去 九幽之地就在那里 巨大的九幽地链 从地狱最深处穿出来 横跟过废矢地狱 刀山地狱 剪刀地狱 没有任何规律 像是海中漂浮的海带 没有一个鬼能看到 站住 这里不能过 速宝和思义然刚 踏进地狱之门 就被鬼差拦住了 鬼差一脸凶利 双目瞪得如同同灵 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速宝点头 不错不错 回去就给地狱的鬼差们 加鸡腿 嗯 你知道我是谁吗 速宝声音温和 说道 我是 速宝话没说完 就被鬼差拿着叉子 叉了出去 他冷笑道 我管你是谁 这里是地狱 说了不能进 就是不能进 天王老子来了 都不能进 速宝惊呆了 这是第一次 第一视角体验叉出去 还挺好玩 思义然变无表情 目不斜视 心底暗数 一 速宝亮出自己的阎王御令 几乎不用任何证明 御令和阎王威压同出 便睁大了眼睛 阎王大人 他立刻让开 阎王大人的话 当然是随便进了 请 您请 思义然心底的树 也刚好数到 二 三 果然老子数到山 那句咒语是对的 嗯 思义然跟着速宝 十分沾光地进去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进的饭店 而不是地狱 远远路过废史地狱 里面的汤匙 咕咚咕咚冒起 正好是新一轮的主废了 那味道 速宝刚皱眉 就发现身边亮起了一个光照 思义然垂眸看他 这是我学的 一招无用神通 除了能隔绝臭味和蚊子 其他一无是处 他手臂伸长了一些 虚虚地搂着速宝 也并非真的搂到 只是这样坚持护着他 哪怕是一个无用的光照 速宝心底感激 说道 谢谢义然哥哥 这哪里是无用呀 这简直是救了他的命呀 没想到废史地狱的味道这么冲 无法形容的味道 就好像大热天的 一个鸡蛋不小心摔碎在地上 都能煎熟的那种温度 你无意中路过一个化粪池 不小心深吸了一口气 正在这时候 废史地狱的鬼差挥舞鞭子 对着巨大粪池边的鬼魂们 甩去了一边 大喝道 都站着干什么 给我下去 扑通扑通 不断有鬼跳了下去 鬼差对着一个鬼怒道 是你这样泡的吗 把头给我倒插进去 速宝看着 都忍不住响语 忽然疑了一声 哦吼 那不是平等王 哦不对 那不是袁志如吗 此时此刻 原来的平等王 袁志如半个身体 泡在废史地狱里 吐得昏天暗地 这还要 让他到插头 泡进废史里面 真的 杀了他吧 如果此时 能让他魂飞魄散 他会毫不犹豫选择 就在这时 他远远地看到了速宝 袁志如看到速宝 眼睛瞬间红了 原本他是高高在上的平等王 没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 已然在奋坑 这一切 都是他害的 袁志如知道 速宝是不会放过他了 那么还不如玉石俱焚 反正他肯定打不过 那就会被打死 打魂飞魄散 一了百了 平等王带着一身屎冲了过去 速宝瞪大眼间 你不要过来啊 速宝眼神惊恐 抬手隔空扇了一掌 看不见的气浪拍出去 平等王还没跃出屎坑 又到插头掉了回去 可 咕咚咕咚咕咚 速宝这一掌 没有发挥出实力 目的是把他扇回去 不是杀了他 袁志如的冤枉落空 非但没有能如愿魂飞魄散 还彻底埋进屎坑 这一幕对他造成10000加伤害 以后都不能只是外婆做的鸡蛋羹了 可见这里上班的鬼差有多辛苦 真是为难他们了 回去就集体给他们涨工资 一段时间后 废史地狱集体鬼差受宠落惊 每人每月加2000功得值 每年年终奖 竟是一枚赤霞石 原本人人避之不及的 废史地狱鬼差工作 忽然变得抢手起来 速宝和思义然穿过18层地狱 耳边都是惨烈的叫声 还有发狂的笑声 在这里受罚的鬼有一些 已经失去了理智 人吃人鬼吃鬼的 尖叫嘶吼的 哭喊着后悔的 并非所有被打入地狱的 都能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恶 也有不断狡辩 问天日地的 原来地狱是这样子 速宝叹息一声 想起地藏王 地狱不空是不成佛 要度化坠入地狱的所有人 然而地狱又真的能空吗 只要人这个生物存在 就会有不同的人性 就会有不同的恶 度化 拿什么度化 度化到何时 在这里待久了 人不再是人 鬼也不再是鬼 除了能感受到 无穷无尽的恶意和执念 乃能看到什么光明和未来 大善的另一面就是大恶 地藏王身处地狱久了 也难免会生出 另一个邪恶的影子了 别看了 思义然拉着速宝的手 带他快速穿过地狱 大地狱有十八层 每一层地狱 也还会有单独的小地狱 这些暂且不论 等一直往下 穿过最后的第十八层 周围已经是一片虚无 这里还是阴界吗 速宝不禁怀疑 所有的惨叫声和哭喊声 都消失了 思义然四处看了一眼 这片虚无空旷的地方 比十八层地狱加起来都大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参照物 一片灰扑扑 谁进来了都得迷路 好在有一根巨大的九幽地链 在指引方向 这边 思义然下意识指着一个方向 他指的正是九幽地链穿过的方向 速宝惊喜道 义然哥哥 你能看得到了 思义然诚实摇头 没有 直觉 一路上顺藤摸瓜 这藤摸多了 多少都有点感觉了 好吧 速宝看着地链消失的方向 跟着往前走 思义然忽然回头 重新拉住他的手 速宝疑惑 思义然目视前方 但他说道 这地方没有任何方向 万一走散了就不好了 速宝点头 说得也没错 现在没有意外 不代表一路都是坦途 万一有什么猝不及防的意外 只使两人走散 到时候这灰茫茫的一片 要怎么找 就是这里吗 速宝和思义然不知道走了多久 忽然走不动了 眼前还是一片灰扑扑 但变得昏暗了很多 这里就是九幽之地 速宝有些疑惑 虽然没去过九幽之地 但他感觉 九幽之地并不是这里 思义然道 你后退一点 他拿出长月 二话不说 对着前面的昏暗批了一刀 光芒陡然炸开 这一瞬间 周围所有事物都在继续倒退 狂风突起 思义然立刻抱紧了速宝 将他紧紧护在怀里 抬头紧紧地盯着前方 稚气未突的脸上迎着狂风 末发纷飞 有了几分大地的冷尘 速宝不用眼睛看 他的神石探了出去 可以看到周围五十米的场景 眼前他和毅然哥哥所处的地方 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了 周围全都是白光 这种感觉速宝熟悉 是传颂阵 并且是远途的传颂阵 比他从地府到人间苏家的传颂阵 还要远 他和毅然哥哥 已经来到了地狱最深处的地方 还走了那么久 没想到 这里还不是九幽之地所在 竟然还需要传颂阵 这时候周围的白光摇晃 好像传颂阵就要到头了 可是速宝的心脏却狂跳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忽然感觉到了一种 难以言说的危险 思亦然第一次到达之前 清华大地的留下的洞府的时候